好,那这一期的美日语句要开始咯! 我们看看这个主题是什么? 日本旅游,大家喜欢的! 而且这是九月嘛,开始入秋,天气也开始凉爽,很适合旅游的季节哦! 那我们就搞定一些基本用词吧! 第一个,请看看这边,准备的部分。 好,那第一句我们看一下哦! サライシュー行く,日本旅行の准备はOK! サライシュー就是下下周。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一周怎么说呢? 空宿,空宿。 那下周呢?来宿,来宿,下下周就是サライシュー,可以吗? 那如果是往前呢? 空宿,再来上周怎么说呢? センシュー,センシュー。 那再来呢? センセンシュー,センセンシュー。 对,就是这样说呢? OK,那下一个哦! 日本旅行の准备はOK! OK,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准备好了吗? 的意思。 准备OK了吗? 那还有其他说法吗? 有很多说法。 你也可以说,日本旅行の准备はできた。 できた也是准备好了吗? 的意思。 还有吗? 日本旅行の准备は大丈夫? 大丈夫?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意思。 可以了吗? 是这样的意思吗? 好,那我们可以。 到第二行这边,三号。 嗯,準備半弹だよ。 嗯,準備半弹だよ。 準備半弹就是准备好了。 或者是准备那个已经很完善的那种意思。 準備半弹。 所以这个换句话说,也可以说 準備OK了よ。 还有準備できたよ。 那些也OK哦。 意思是一样的。 那再看看下一个。 飛行機もホテルの手配も完了したし。 飛行機もホテルの手配も ももも怎么样。 就是这个也好了,这个也好了的意思。 那我们看看后面的手配。 手配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中文的话呢,会说 住宿也预约好了。 对,提海是预约的意思。 还有吗? 准备也用提海这个词。 所以,事先准备好的行为 都用提海来表示的。 例如,你到机场以后呢,需要租车,对吗? 但是租车是当天你直接去就可以租吗? 应该不行哦。 需要事先预约。 那要怎么说呢? 租车 就是 就是预约 名词的用法。 の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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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也可以当动词哦。 比如说 就这样子的,意思是一样。 名词还是动词的差别。 那下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最后一个字是 西结束呢? 这个西代表什么呢? 它换句话说是 カラ 因为所以的关系。 它在前一句 有提到说 我准备好了 因为机票 饭店都订好了 它要表示的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西的话 前述的理由 好像是一个次要的 或者是 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 理由的那种感觉。 哦,好了 那个也OK啦 因为这样子啊 那种感觉。 对,所以呢 因为所以的关系 没有那么的明确。 就是 比较次要的理由的感觉哦。 好,那我们看看下一个。 スーツケースも 新しいものを買ったんだ。 スーツケース 行李箱 再来 新しいものを買った 就是买了新的 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要表达 这个中文意思的话 你会想到 什么样的日文句子呢? スーツケースも 新しいを買った 对 新しい跟買った 中间怎么样衔接 这是一个很烦恼的问题。 所以你很容易不小心说 新しいを買った 買った 新しいを 很混乱 要怎么接 就是这样子接 新しいものを買った 因为新しい后面 不能直接接动词 新しいを買う 这个不行 文型上的结构 不符合这个规则 所以 应该要用 名詞 来 衔接 意思就是 新しいもの 新的东西 买了 是这样的顺序 可以吗? 最中间的 ものを的部分 是一个关键 好 那我们看看下一个 すごい意気込みだね 意気込み 是一个比较 陌生一点的单字 对吗? 中文说 你好积极呢 是这样说的 意気込み 通常是 对于某一件事情 他态度 非常的积极 或是很有干净的 那种感觉 所以 例如 考试那一天 有一些人是 哇 终于 这一天来到了 我一定要考过了 那就是 很有元气的感觉 旁边的人会说 哇 すごい意気込みだね 就这样子说的 还有吗? 你喜欢购物吗? 那可能是 百货公司特件 那就是 开店前 你在排队 正要开店的时候呢 好 我要冲进去 那种时候 旁边的人 也还是说 すごい意気込みだね 就这样子吧 大概了解用途吗? 好 下一个 持っていく洋服も揃えたし バッチリだよ 好 这边说 持っていく洋服 就是要带的衣服 再来呢 揃えた 揃えます 揃えた 就是 齐全的意思 整理齐全 准备齐全 那种的时候就用 揃える 揃えます 这个词来表示 再来 バッチリだよ 诶 你看看 这边 有提到 準備は OK 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用 バッチリ 这个词 所以呢 好了 OK了 的时候 可以说 バッチリ 那 刚刚说的 这个二号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用 バッチリ 来表示 日本旅行の準備は 所谓的ing型的动词 所以就表示 楽しみにしている 就表示 我期待着 对 表示期待的状态的用词 好 下一个 まかせて それはもう きめてあるから まかせて 就是 交给我吧 的意思 再来 それはもう きめてある きめてある きめます 是 决定 动词 てしんじゃ ある 就是表示 已经 什么 好的 状态 所以呢 きめてある 就是 我已经 决定 好了 所以 你不用担心 是这样的意思 好 那我们看看 下一排 好吗 这个 十号开始的 計画 计划 そろそろ 旅行の 詳しい計画を 立てなきゃね そろそろ 就是 差不多的意思 再来 旅行の 詳しい計画 就是 详细的 计划 再来 计划 还要 接什么 动词呢 这里说 立てます 对 就是呢 计划 后面 加个 立てる 立てます 这个动词 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計画を立てる 有可能 你就马上想到的是 計画をする 这个也是 OK的 没有问题 不过 比较 真实一点的 是 計画を立てる 藉由这个机会 请大家好好记得 后面 接续的 立てなきゃ なきゃ 就是 我们必须要 怎么样 的意思 下一个 じゃあ 今度 ガイドブックを 買ってくるね 今度 就是 下次 的意思 再来 ガイドブック 就是旅游书 買ってくる 去买 的意思 再来 ソーダネ それを見て 研究しよう ソーダネ 是没有问题 再来 それを見て 就是我们看这个 来怎么样 研究しよう 研究吧 对 那第一个 重点就是 出本 到底用 見る 还是読む 这两个动词 要怎么样 区别呢 一般来讲 有很多图片的 东西 就是稍微 这样子 看一看 那就是 可以用 見る 見ます 这个动词 但是 主要就是 读文字的 东西 像报纸 小说 那些的话 你可以说 読む 読みます 对 所以 看图 还是看文字 主要是这样子 来差别 那如果是漫画 可能是小孩子 被妈妈念的时候 会特地的 刻意的说 今漫画を 読んでいるんだよ 読んでいる 对 我在 阅读漫画 是这样子 但是 从妈妈的眼光 来看的话 其实妈妈会说 啊 また 漫画なんか見て 漫画を見て 对 就是 你看看图而已 那种感觉 对 所以 就是看 每一个角度 怎么看待 这件事情 来判断 好 那我们看看下一个 友達にも おすすめの場所 おすすめの場所 聞いてみようと 这个比较有难度一点 前面OK 友達にも おすすめの場所 就是推荐的 场所 地方 后面 比较难度一点 聞いてみようと 要怎么样出来这个说法呢 另一个就是 聞いてみます 聞いてみます 听看看 问看看 的意思 再来呢 みよう みよう 是 みます 的 意象形 所以呢 我要怎么样 的意思 再来 みようを改成 みようと 就是 什么什么 吧 那种 我要什么什么 吧 那种 的意思 所以这样子 变来的 聞いてみようと 就这样子 比较轻松一点的 表示 好 那我要做什么吧 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稍微练习一下 那我 吃看看吧 要怎么说呢 食べてみようと 食べてみようと 对 我就试试看 是这样的感觉 那我去看看 怎么说呢 行ってみようと 行ってみようと 就这样子 OK 所以这样子 使用 很口语的 说法 也 平常会听到 好 下一个 SNSでも チェックしよう SNSでも チェックしよう SNS就是 社群 软体的 意思 再来 チェックしよう 就是 检查吧 或者是 查看看吧 是这样的意思 好 再来 久しぶりの日本だから ワクワクするね 久しぶりの日本 就是 很久没有去日本 周围的日本旅行 所以 ワクワク ワクワク 就是 期待又 兴奋的 状态 好的 那以上就是 每日一句 前半段的 要点 我们接下来看看 后半段 启 Dec 二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